有點太薄 兩桶半是極限了 我吃不了三桶 三桶真的太多了 我快撐死了 我已經挑戰我的極限了 好好吃 Let's go back 鄉親的大家好 我是菜金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Ginari 不是釣蝦日子 不是釣魚日記 今天是吃貨日記 我今天要挑戰吃顆 這邊吃顆可是吃到飽的 299 讓你吃到飽 吃到兔 吃到 吃到飽 吃到兔 然後吃到 哇 這樣撞牆壁 我不會撞牆壁 你要撞牆壁 然後我今天要挑戰就是這一桶 這個呢 釣魚釣蝦的經驗 它至少四五斤跑不掉 好重喔 四五斤 我就是要挑戰 全部吃光光 然後就是要自己烤 我今天要挑戰 你基本吃快三十斤 快三十斤喔 我盡量 我現在的狀態就是 我從早餐 午餐 我都沒什麼吃 我為的就是這一餐 但是它要自己烤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 開烤 我發現上面竟然有這個 藤壺 看得到嗎 藤壺耶 你們知道藤壺它 聽說啦 我上來沒吃過 藤壺它吃起來會有點像 龍蝦打成泥的那種口感 我們待會就是現場吃顆 沒有要吃藤壺 我不會處理啦 然後如果妳再幫它打卡的話 它會加一百塊 就會有一隻很好吃的胡椒魚 胡椒魚我真的超愛 我待會吃給妳看 我先進去烤 胡椒魚現烤的 而且魚也是現斑的 現釣的 因為在旁邊有養殖魚 我上次去雲林 縮縮縮縮釣魚在的時候 它就有胡椒魚 我們來試試看 北部跟南部的胡椒魚有什麼不一樣 胡椒魚 我還蠻愛胡椒 它蒜味比較濃 蒜香跟胡椒香 我覺得很順口 它的胡椒香是很順的 有些胡椒會讓妳吃起來覺得 怎麼那麼辣 嘴巴滿滿的辣味 會讓喉嚨整個是灼熱的 它很蒜 這個胡椒喔 給過喔 而且重點是它有我愛的蒜香 我愛蒜頭味 這種超嫩很細 旁邊一直啪啪啪的聲音對不對 等它慢慢張嘴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吃了 它是炭火之烤 所以呢 這就是中秋節的福利 中秋節前後這時候是它盛產的 又是最肥美好吃的季節 然後我點了一個這個 有看過新加坡影片的人 應該都會認識這道菜 它叫做避風塘草蝦 個人是吃遍所有釣蝦場的美食 避風塘草蝦 它的稀有程度 坍等於我的油燜蝦 很少見耶 喔 很燙 很燙 它外面是炸的啦 它不是像我們油燜蝦是那種 要吸湯汁的 好彈喔 看還蠻冷的 有些會炒過頭 而且有頗貝 有頗貝的好處就是 會入味 應該很多人知道我最近大概就是 結食然後運動 然後我為了就是要長肌肉 練腹肌 那你們知道 練肌肉最好的食物來源 就是蛋白質 而蝦子就是很好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 所以我早餐都吃水煮蝦 或是雞胸肉跟水煮蛋 接下來這種頭戲就是 磕 有個戲喔 磕不能烤太久 肉會縮 所以你固定的時間就可以了 磕磕 磕磕磕 飽慢的 自己烤的顆特別甜 本人才真的在這裡發誓 這是我吃過最甜的顆 怎麼這麼甜 我覺得它汁新鮮的 所以我剛要偷偷問老闆 你真的蝌怎麼可以這麼新鮮 你是在桃園欸 你又不是隔壁 又是東石 他會要求他送的蝌籠 離水不超過20小時 今天採收的這些蝌 當天就要把他運送上來 雙溝 一落水就雙溝 而且都吃 都吃吃 喔 這個位置好好 他們家角落都還不錯 這裡啊 水管旁邊一定要掃一下 釣泰國蝦 你遇到這種場子啊 就跟打鱸魚一樣 障礙越多 蝦子越多 他們家的蝦子 你看這隻體型不大 好呸喔 很有力欸 活力蝦 今天釣的耳料一樣是用豬肉 一樣是用眼淚 然後我跟你們分享一下這邊它的場子的特色好了 它的落差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大 像我剛剛涼水生的時候 中間 因為今天人沒有那麼多的情況下 因為誰平日晚上來掉下 本人來拍片 它人不多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我尋的範圍會很廣 從中間到邊邊我都可以掉 我發現中間比較拖 邊邊比較飄 落差大概1公分到1.5公分左右啦 所以不算是落差很大的池子 要開嗎 海峽公斤來自15號39號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小 它剛剛的訊號你有拍到嗎 它的訊號是瞬間下去的 嗚嗚 呦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布裡裡 欸不對 是誰住在蝦池的水管旁邊 第一個位置就是這個磚礁 廁所前面 有多一點的地方 有雙溝 三次還有四次吧 三四次 所以這邊是很有底的 這個角落是很容易藏瞎的 你看 浩來了 浩來了 水來啦 真的這邊不錯喔 鄉親啊 你如果是有來去烏海喔 要記得喔 扁瘦頭巾 騙騙怪怪 這個角落雖然很美好 但是呢 危險的陷阱 周圍走是包著美麗糖衣 就是說 這裡雖然很好釣喔 蝦子會聚在這 但是這邊水管很多 所以阻礙重重 你要很小心 因為我曾經在這邊整個斷線過 因為蝦子它沾到裡面 然後又脫鉤 所以你的鉤子是直接鉤到水管的 這樣會噴一副天瓶 天瓶也不消耶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 時間到了 太過了 快閃的 釣礦如何 好像不差耶 認真的巡俠不會讓你敲龜 真的不用擔心 我看一下喔 這就有吃耶 還不錯喔 中天 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聯準會超音 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 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回擊 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經濟景氣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抵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 不藏私 投資新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先八點 中天 財經頻道 張耀廷 漢寧 與前同行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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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熱門的新車常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 週五 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套中到站立場 豬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全球政經中爆2月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 劉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 全球大勢 這一次跟避險基金對坐 所以讓他們大賠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 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鎖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了政府的談判籌碼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大陸跟美國 他們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核實的問題 你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把同意要跟我們談 美中六日晚上六點正式上線 新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制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魚費力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 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